我其實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 我曾經也被侵犯過 言語圈 MeToo風暴未完待續 Ella竟也揭露自己曾被聲狼撞 那個畫面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是爬著出來 哭著出來的 但我沒有告訴我爸爸媽媽 然後等到多年後 我們三個姐妹還有跟我爸媽 我們一起去旅遊的時候 在一個晚餐 我們竟然把這件事情聊得出來 我才發現原來我二姐大姐 被同一個人侵犯過 Ella自爆 加害者是鄰居 利用電腦遊戲當誘餌 當年Ella被抱在大腿上 摟住腰 對方將手伸進褲子裡侵犯 連自己的姐姐都受害 你現在回想起來就會覺得 小時候的自己真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 但這件事情我不會忘記 Ella要用自身經驗 提醒民眾性教育的重要性 但被問到自己的好姐妹Selina 上節目曾被黑人搶吻 態度轉為低調 Selina跟黑人在節目上最對準 這個我就不再多說了 我覺得我 我已經把我想說的 該說的都說完了 我也沒有辦法針對 任何一個人物 或者一個事件 去做任何的評斷 Ella透露自己出道後 曾遇到MeToo事件 但她不願意透露加害者 只說自己能夠消化 她願用小時候的經驗 讓大眾知道 尊重身體自主權 有多重要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組合 選擇 中文 mer 有